为了给宝宝更干净卫生的奶瓶 不少新生儿父母会使用奶瓶清洁剂来清洗奶瓶 新北法治局针对市售的八款奶瓶清洁剂进行检测 发现并没有成分超标的情况 但有两款在成分标示上涉及违规 桌上这八款的奶瓶专用清洁剂 是新北市政府法治局抽检的对象 检测项目包括了荧光增白剂、甲醇、PH值 以及总领含量是否有超标或是标示不符 检测的结果均符合相关卫生法规 唯有两款产品涉及标示违规 被抓出来的这个它只有标示主要成分 主要成分它就讲水或是一些水果的发酵液等等 可是它里面有一个柠檬酸钠 这柠檬酸钠一般的话都是化学的制品 用来做酸显调节的 可是在这上面它又用英文写Nature Nature ingredient 也就是说它是纯天然的 纯植物性来源 那这样子在管理上 就是卫服务就会认为这样子 意义让消费者误解 因为它这一罐是百分之百纯天然的 那这样就比较不合适 专家表示 产品成分应该要完整呈现 而非用主要成分来含糊带过 纯天然三个字也不能够随便使用 至于违规的厂商 消保官已经分别移送相关的卫生主管机关 进行后续查处 如果真的确实有涉及标示违规的一个情况的话 那我们可以依照那个卫生安全管理法的 第28条第一项的一个规定 那以及同法的第45条第一项的规定 那除以新台币4万元以上 至400万元以下的一个罚还 不少父母会选择奶瓶清洁剂来保护小宝贝的健康 专家就提醒 牛奶或是母乳的油脂留在了奶瓶上 没有洗净的确会引发细菌滋生 清洁问题不能轻忽 因为如果没有清洗干净的话呢 其实这些营养的成分很容易滋生细菌 或是台湾很潮湿 可能会有黴菌 然后沙门氏菌 葡萄球菌 或是大肠杆菌 这些细菌的污染 小宝官提醒 选购奶瓶清洁剂 要注意有效期限跟包装的完整性 使用后也要彻底用水清洗 以确保卫生以及婴儿的健康与安全